他怎么出现了 不管怎样都不会 让他再次操控我 喂 快点带路 忽然消失又突然出现 你还真随意 几天没见学会转移话题了 我的乖医生 我不知道当案室在哪 还是这种反应呢 我也不想这样的 我的叛逆医生 带我去当案室吧 我真的很需要一份资料 能帮帮我吗 好吧 我带你去 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小枫啊 没有你的资金支持 我这抄钱的实验都做不下去了 你不是答应我 只要帮你搬到虎朝邦 你就要给钱的吗 说话不算数可不好 你的组织完全是你个人运营 这项实验就算成功 我也并不能获得直接的利益 再说 虎朝邦还没有搬到 你说我为什么要浪费资金给到你呢 你要是这么说 那我们现在派出的最顶级的杀手 现在就停止这项任务 我会打给你一笔资金 任务继续 早答应就好了嘛 我会派W组织的成员协助他 那更好了 看来这个老家伙很缺钱 只要控制他的资金链 那他到时候不得不答应我的要求 这里竟然有这么多有关 欧文峰与剑洞人病患来往的资料 欧文峰这个家伙真是变态的可怕呢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精彩 欧文峰 你会为这一切付出代价的 还在等我呢 让埋伏在附近的保镖都出来吧 你怎么会知道 宝贝 这些我都猜不到 那还怎么能抓住你的心呢 别动了 你已经被包围了 我消失的这段时间 你就早早做好能对付我的准备了吧 一起逃走吧 到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地方 三号羽线 采取电子枪射击 现在只有一条路了 你表明了 射击 报警了 接下来 就享受你眼前的美景了 看前面 好美 危险的 像孩子般的 琢磨不透的 都是她 准备落地了 此时的我 才发觉自己不由自主地想要靠近 即使知道眼前的这个人 危险至极 这可是我第一次带人飞呢 感觉如何 很危险 看来孩子害怕 深呼吸 放轻松 最后 我想靠一会儿 我可以 这是真正的你吗 尽快协助潘内社组织 把任务完成 是 联系上潘内社 新来养间的人员了吗